這裡是全馬來西亞最大的維生物複合肥工廠 光是一天的產量最多真的達到1000公噸 2016年營收更是突破了台幣20億元 巨大山貓產起堆成山的咖啡渣可可渣 在變成有機肥之前得先經過發酵 天車式反堆機來回滾動 卻聞不到發酵臭味全靠維生物分解 所有的有機質在從蛋白質 我們需要把它轉變成胺胎蛋 讓植物可以吸收 所以我們會把維生物添加進去 加速它的發酵 去除發酵中的維生物添加新的進去後 再將有機肥倒入原料桶 就能依照不同比例配方進行包裝 這個11個桶裡面除了有蛋鈴甲之外 它還有就是那個有機物 除了有機物之外 我們可以根據我們客戶 他們的那個不同的那個要求 放入我們的這個維生物 台灣人開的維生物複合肥工廠 能在馬來西亞達到市占8成 就因為這不僅是肥料 更能抑制病寵害 手上唯有400種獨家異菌豬 就靠它們幫忙在土裡打肉眼 看不到的維生物棧 搖的方式就把那個氧氣 融解在那個培養液裡面 刺激它的分裂 細胞分裂 比起傳統化肥 一年要施肥6到7次 有了維生物幫忙的複合肥 不僅次數減半 作物產量更多出兩倍 有機質就變成一個載體 維生物就能夠生存 所以我們加到有機加微生物 然後再加到化學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畫面上它是活動的 加了維生物碰到水汽 就像變成活的肥料 更能讓土壤吸收 肥會溶以水 溶以水之後再次吐成 如果今天我們的土 沒有辦法保肥 所以肥就會往下流 它就會流到地下水 瞄準綠色農業 台商在異地創業 研發維生物複合肥料 更拼出了上億商機 東森 財經新聞 央利梁力 馬來西亞採訪報導 東森 財經新聞 《月賓》 第二釣辯 頂べ 東森 財經新聞